好 立刻來關心一下 現在尾巴最新的戰況 已經變成了一個 中東的混戰了 現在以色列跟伊朗 雙方互嗆 嗆得激烈 我們看一下 伊朗的外長講說 以色列和美國 請儘快收手 若不停止在加薩屠殺平民 那麼中東就會隨時失控 但是納坦雅胡也是非常瘋狂的一個人 他立刻回嗆 他說與哈馬斯之戰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以他們也沒有要退讓的意思 雙方都是民族性非常強的兩個國家 所以你看這一場戰爭 何時才會是終點 何時才會罷休呢 以色列現在兩面作戰 對空來說的話 是空襲了敘利亞 還有約旦河的西岸 美國非常擔憂 以色列這樣兩面作戰 恐怕會引爆更大的區域衝突 以色列的金長甚至警告 真主黨如果敢參戰的話 就要全面攻擊伊朗 就是說敘利亞真主黨如果來參加的話 我們也要來攻擊伊朗 因為他們覺得伊朗就是背後的 幕後的黑手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以色列跟伊朗的火藥味 越燒越濃 再來美國駐伊拉克的基地 也傳出來被人家襲擊 這是親伊朗的民兵宣稱犯案 所以是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會捲入而升高呢 現在華府也在做好一些相關的準備 他說如果美方成為加薩戰爭的目標的話 華府就會準備好回應 我們看到奧斯汀也有提到 中東地區針對美國人的攻擊 其實已經大幅增加 當然美國國內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像是美國國會議員 就在這個公開的場合 哭著批評拜登 要求停火 我們來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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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在美國 有非常多的聲浪 是聲援加薩人民 看到他們現在 遭到一些這樣子的 十幾天的轟炸 也為他們感到難過跟沮喪 那我們看看加薩人民 也在無奈的說 我的孩子被殺 你們美國人滿意了嗎 我們來聽一下 全都被殺了 全都被殺了 都被殺了 小孩兒子 小孩兒子 三十五十年 好 在加上这边 已经是被这种炮击而伤亡 已经死掉的这种孩子的数量 已经到了1700多人 甚至有医生讲说 这边的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创伤症候群 就连这种半夜听到 可能是移动桌椅的这种声音 都会被吓醒 觉得说是不是要逃命了 所以听得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忍心 还有很多的孕妇 大概五万到八万位的孕妇 他们是顶着肚子在逃命 有些甚至就因此而流产 这都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些事情 但是仍然持续在发生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各地都有 这种声援巴勒斯坦的这种声浪 像是很多的民众跑到了BBC大厦 门口前面喊说 BBC你真丢脸 就觉得他们报道比较偏颇 怎么是站在 全面都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来报道 并没有平衡报道 还有法国这边的街头 也有非常多的人潮 就说希望以色列能够停止空袭加萨 他们就说这样的一个空袭 根本就是一场屠杀 还有埃及的女子也怒斥CNN的记者说 你们就是没有人性的传声筒 包含了马来西亚还有印尼 雅加达都在谴责美方支持以色列 甚至把纳坦雅胡的画像 喷上了红色的波漆 我们看到约旦河西安中东地方 更不用说了 大家对于以色列的反弹 更是像是野火燎原一般 约旦河西安这边也在抗议以色列 土耳其这边同样也是有非常多人 上街头抗议以色列 倒是杜鲁道 他是跟纳坦雅胡通了电话 他说哈马斯应该立刻释放人质 但是反倒被呛说 你有没有谴责以色列呢 我们来听一听 好包含了美国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人 上街头要支持巴勒斯坦 跟纽约的警察还在街头发生了对峙冲突 芝加哥的民众也是游行声援巴勒斯坦 所以现在全世界因着尾巴的分裂 世界也产生了更对立的情况了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美国这个还算比较零星的 你如果去欧洲看他多恐怖 伦敦有10万人上街 昨天我也看到法国立洋 也是好多人都在上街 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 因为大家预感这个礼拜 可能就会出动地面战争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 这怎么收拾善后 事实上纽约时报 犹太裔最有名的专栏作家福利德曼 福利德曼他紧急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他很少这样做紧急呼吁 他的标题叫做以色列即将犯下大错 他认为以色列只要出兵进去 然后你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 那就完蛋了 他就紧急在那边呼吁说 不管是拜登政府以色列 重新考虑一下 你的诉求要调整 他说应该要调整为 第一个我们要 去抓捕哈马斯的头目 谁进行了这场突袭 那第二个就是人职 就我进军是为了救人职 不然消灭哈马斯 你是永远不会达成的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 把我下到 他那个地道竟然有升到 30公尺 多升 不是四层楼 我本来以为最多只有四层楼 居然还有八九层楼这么深 他已经累积很久了 然后总共有两百多条 所以你怎么 你以色列的军人敢下去吗 你下去 哈马斯一定比你熟 那你这样如何去保证 你消灭了哈马斯 所以这个战争 你几乎可以预计他的打法 他的打法就是 他要推平主要的建物 那他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地道 一个一个封掉 他可能也会用一些什么方式 把他烧之类的 可是就是你就是要把他封掉 可是那些人可能就躲到南部去了 所以你的战争目的 他分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不会完成 就是要让哈马斯基本消灭 第二个阶段是要 把零星的都打掉 最后才是要成立政府 你怎么可能这样搞呢 你这样搞就是血流成河 所以很多人都感受到了 你只要出动地面部队 那后果真的是难以收拾 我觉得连美国都感受到了 所以美国一直在 要求他延缓进军 就是这样 可是老百姓当然都感受到 所以就上街头 给拜登感受到民意 就这样 好 来请教杰老师 这个一直到现在 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地区的轰炸 这种疲劳轰炸没有停过 到现在没有停 一直都在从早到晚的轰炸 现在他已经整个我觉得 他的战略已经大概完成了 九成了 目前第一间的战略就是 加萨走廊把它分成两半 中间将来很可能还是足一道墙 就是说一半 然后怎么样 然后就变这个地方 现在将来就变成什么 就以军驻守了 基本上巴勒斯坦都清得差不多了 已经一百万人走了 那你剩下来的这种 十万也好 十五万也好 他把你都认定是哈马斯 然后就围起来打 一个一个歼灭掉 那打看几个月 他就慢慢打 他也不急 你看他现在围 他现在这个围的目的 是要把人赶走 现在前天的时候 已经又丢这个传单说 你们现在不走的 将来都被我们视为 哈马斯的共犯 意思就是说 那哈马斯我只有杀 你们留下来就是被杀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的 每天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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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些人赶得差不多了 现在先处理掉一半 然后将来很可能就是说 这一块中间又是一个铁丝网 一修起来以后 这里面就是永远的战区 我维持一年 两年三年都是一个战区 就让你不适合人居 可是这个土地 我又得到一块土地 而且是有一个 怎么讲呢 有一个机会 这个是历史性机遇 那现在我就在想 他剩下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的话 他是希望往这个整个 往这个怎么样 往埃及去送 可是埃及就是不开那个边界 然后现在大部分都留在那块地方 就变成谁去养呢 基本上也不要以色列养 基本上就国际组织在养 对 什么联合国 什么你们去养 剩下来的话 反正你如果里面现在挤了 200万人的话 那不是我的问题了 过去14年 本来这个加塞走廊就是一个监狱 以色列也没有负责养它 对 而且可是以色列养力 把他们捡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还是继续炸 时机到处还是要禁区 把这块主要是要占那块地了 哈马斯都要其次了 不过现在国际社会 当然美国现在很担心 因为美国战略的观点 他们认为 你这种大部队 你限制化武器 你进入现在这个断元残瓦 这个城镇里面 他怕以色列 事实上也要敷衍 惨重代价 所以以色列根本不当一回事 美国紧张是什么 其实美国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内 他现在这一套支持 巴勒斯 以色列的这个 道德立场会破产 现在道德立场会破产 而且他会变成 以色列会变成他长期的 外交安全上的一个负资产 而且不断的消耗 他们的道德的正常性 还有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实际的军事力量 以色列是不管 反正你们美国 西方你就被我绑架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 现在也没办法 你看拜登也拿不出办法 所以就等着那台 我看什么时候时机 差不多 他就要挥金进去了 好 赖老师 现在我们从几个层面看 先从政治面来看好 美国的总统拜登 他要求他的G7的国家 必须要跟他的步调立场都一致 不能够有不一样的 那目前来讲他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像到今天为止没有听到日本 有跟美国他们站在一起 去表达抗议 那最主要是日本 他考虑到他的能源 就是他部分是来自于中东地区 所以他没有跟G7的站在一起 另外我们也留意到有一个国家 就是加拿大 他保持的比较 不是 就是意大利 他保持的很大的安静 那就代表他也不卷入这个浑水 所以陆陆续续表态的 像法国的情报单位 也说不是以色列所做 但是没有拿出证据来 那英国很明显的 那现在的情况也就是说 只剩下少数的五个国家 跟四个国家 跟美国人站在一起 但是法国的总统 在政治方面他的讲话 还是采用平衡 那原因很简单 他要考虑他人民的问题了 因为他人民的很多的想法 不会跟美国是一致的 英国的情况也越来越严峻了 英国我们看到 十万人走上街头 那这个会给英国的政府 给苏拉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法国是长期以来 对穆斯林的基本上来说的话 是你很难在这个里面 去站在美国 以色列这边 即使你政府要做的话 他本身承受的社会的压力 会很巨大 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这个动员 有一部分的成效 但是已经没有像过去成效那么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以色列的轰炸 以色列的轰炸我观察到现在 我觉得造成的 平民百姓的伤亡 高于对于哈马斯的伤害 也就是说哈马斯保存战力的评估 我的评估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以色列试图从南方去进行小谷的军事战 这个最主要是要去试探哈马斯的军力 哈马斯的防御状况跟作战能力 结果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 有两个推土机打进去 一艘坦克在后面支援过去以后 那马上就遭遇到哈马斯的狙击 然后撤退回来 然后甚至溜灰器甲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哈马斯的军力保存 不是以色列想像那样 这样的话也会有效的推迟了 这个以色列的军事的地面战的时机 因为他状况掌握 似乎不是他原来想像 透过这样大规模的空袭 所以空袭造成的平民百姓的伤亡 远远大于哈马斯 哈马斯的战力保存 似乎是早就在筹划中 最后一个我认为是怎么样 如果一旦开打 战事如果对于穆斯林的社会 越来越不利的话 欧美国家的恐怖主义的攻击 会相对的会往上攀升 也就是不会往下走 会往上攀升 这个时候给欧美国家带来的 恐怖主义的内部的压力跟伤害 还有经济的伤害会相当的巨大 好 你先休息一下广州 多忙回来 那我们就来赶快关心一下 天下大乱的局势 这个比较重要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东 中东现在那当然 冯火看起来要往外扩了吗 而欧美是不是也变成一眼堂了 如果你胆敢声援 巴勒斯坦好像看起来就会受到某一些压抑跟制裁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女士 他叫做内捷瓦阿里 他其实是一名阿拉伯裔的美国人 他在美国安全 美国国土安全部底下的一个移民局工作 作为一个裁决官 重点来了 这两天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发了 对不起是IG上面发了一些言论和图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巴勒斯坦 解放巴勒斯坦 以及以色列 我们已经准备好让你垮台了 很清楚他站队哪里 他站队巴勒斯坦 可是问题是 他还有一些反犹太主义的这样的言辞 就被人家检举了 检举了之后 他就被国土安全部调查并且停职 很多人去爬梳他的背景就说 你曾经担任过巴勒斯坦 在美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就发解 在美国的发言人 奇怪了 美国国土安全部门 你没有做这个安全许可调查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 巴勒组织曾经在美国被列为 所谓的恐怖组织 可是其实很早 他就已经不是恐怖组织了 现在全世界有143个主权国家 承认巴勒组织 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 美国也一样 也在这143个国家里头 我们看到巴勒组织 其实是更倾向以谈判手段 来主张独立建国的 那跟主张用暴力 用武力消灭以色列国的哈马斯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两边也常常有冲突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 他是越南裔的美国人 曾经拿到普利兹奖 他是小说奖的得主 他叫阮月清 他过去可以看到 过去一段时间 他也是在媒体上面 主张说我挺巴勒斯坦人 当然很多人是挺巴勒斯坦人 他说他把这个主张在社交媒体上面公布之后 纽约本来有一个犹太组织 有邀请他做一个阅读活动 主持的一项阅读活动 现在被取消了 他们并没有跟我说原因是什么 所以像这样子 美国大学校园里头 学术组织里头 有很多方方面面像这样的问题就出来了 你只要公开出来说 我支持巴勒斯坦 你可能就会被取消演讲 取消一些所谓实习机会 我们再来看看 TPBS的采访团队 也已经抵达了以色列 我们来看看来自我们记者的报导 我们访问到的是 以色列的外交部发言人 问他什么呢 问他说你看到现在各国有很多很多艇 巴勒斯坦的游行 你怎么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发言人的回应 其实我被讨论了 他回答了两件事情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有人出来要挺巴勒斯坦 他说那让我觉得很恶心 然后我们记者问他说 你认为所谓的两国方案如何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他说现在不是谈和平的时候 好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以色列 他不是讲挺巴勒斯坦 他说挺哈马斯 他说挺哈马斯 可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是 我们记者的问题是 现在挺巴勒斯坦的这些游行 那不等于挺哈马斯 他把它解读为挺哈马斯 所以他觉得很恶心 观众会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以色列忙着什么 他三线开战 除了对哈马斯之外 北边的真主党 就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也在开战 还有伊朗他也在跟他有冲突 我们先来看看 以色列的军方就说 他飞机袭击黎巴嫩 两处真主党的据点要剿灭他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美军在中东有好多地方的基地遇袭 很多人也在攻击美国 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 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的复杂 哈马斯政治局长是他 哈尼亚 伊朗的外交部部长叫做艾密拉多 拉安 这两个人其实晚间有通话 昨天晚上他们讨论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手段 阻止以色列来袭击加萨 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不过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是这样讲 他说我警告你以色列跟美国尽快收手 否则中东将面临失控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唱歌说 我们跟哈马斯之战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感觉 感觉这是一个很血腥的 所谓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 我们再来看看拜登跟盟国的领袖 还有教宗来通话了 商讨的也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中间的战争 除了教宗之外 我们看到他打电话给谁呢 包括法国 包括加拿大 法国 英国 德国 还有意大利的领导人 拜登和教宗方济各谈话 大概是20分钟 聚焦就是我们知道 希望能够往和平之路来通达 而另外我们看到布林肯 他基本上也是犹太人 他说如果美方人员 成加萨的目标 战争的目标的话 华府已经准备好回应了 什么意思 我刚刚讲了 中东有很多美军基地 现在都被袭击了 被攻击了 所以他们要做什么呢 Austin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他们把终端高空防卫系统 还有更多的爱国者防空飞弹 派到中东 因应助中东美军被攻击 而且已经对更多的军人 下达准备部署的命令 看起来中东的局势 真的复杂 危险 一触即发 来 先请教亮哥 美国的立场是说 以色列有自卫权 这个事实上大家也没有意见 以色列是哈马斯突袭 死了大概1400人 问题是以色列还击到昨天晚上 巴勒斯坦已经死了4135人 其中700多人是儿童 请问一下这样够了没 这样自卫权够了没 因为你的正当性 第一个是说我有自卫权 你死1400 对方死4135 到昨天还在增加 那请问杀多少才够 你不是说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吗 那请问杀多少才够 那第二个我们就来谈战争 战争他就说他要消灭哈马斯 可是哈马斯可以躲在地道 那走掉的人 你怎么知道没有哈马斯呢 搞不好哈马斯已经一大堆 都到南部去了 那以色列他就说 反正只要还留在北方 他要全杀 我都认定是哈马斯共犯 让我们假设 留在加萨北部的 可能还有10万人 本来是110万 走到只剩下10万人 那这10万人你通通都要杀吗 你的逻辑是这样吗 那这10万人 大部分都是平民的 不是哈马斯 真正的哈马斯可能跑了 哈马斯的老大现在在卡达 你怎么不去抓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消灭哈马斯之后 才进入第二阶段 叫清零阶段 也没有零星反抗 那第三个阶段才要成立政府 成立新政权 那一般估计这个 大概要六到八个月 那以色列国防部今天也承认 说我们这一仗可能要打三个月 不止 我看不止了 我跟你讲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那这个跟俄乌刚好倒过来 因为是以色列你现在要去打一群平民 所以当然欧洲会有不同意见 那只是说现在是还没开战 事实上你还没开战 就已经到处都这么多群众上街了 伦敦十万人 法国立航昨天也一堆人 很多地方美国也很多城市都有人视为 现在在美国国会外面 还在那边静坐视为有两千人 我跟你讲你一开打 他们就冲进去国会了 上次冲进过一次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去想 事实上就是这个 你这个时间点看 当然他们是同情以色列 可是如果再打两个礼拜之后 其实现在的风向就已经有变 我认为就是这样 事实上CNN前天公布一个民调 是 美国大部分还是挺以色列 可是60岁以上81% 18岁到34岁27% 这个差很大 差很大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在街头的都是18岁到34岁 拜登你要不要看看 他们就觉得 你智慧反击已经够了吧 已经死了4135人 那请问你要杀到哪里 没有错 来请教韵老师 韵老师怎么看 我们做这个评论 因为这个是二次大战 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问题 我们刻意要做一点预测 而且我也要做一点 跟亮哥不一样的看法 我认为亮哥在里面 所谈到的各方面的问题 他基本上是觉得说 一个是强 一个是弱 这个是太不成比例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现在讲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可以非常了解 这个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这极其极其特殊 那就是说这个特殊到什么程度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这样子判断 因为我跟很多美国人聊天 也做了很多的节目 首先第一点的话 什么叫做以色列人 我坦白跟他讲 高级的美国人就是以色列人 我就这样直接这样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以色列人本身 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反应 都是非常高调 你看巴拉斯坦的所有的 包含哈巴斯坦的话 连坐的航空役下去 都穿了拖鞋 以色列军装非常帅 以色列男兵女兵的军装 都非常帅 我跟你讲这里面最重要 以色列的第一点的话 就是他非常会宣传 非常会宣传 你现在打开YouTube看 其他说以色列不好的 都不准出现了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 不是看到以色列大兵在祷告 就是看到以色列的女兵在跳舞 要不然就是背着卡冰枪的话 他们就做好进程的准备 这场战争还没有开始 但是以色列的军人士气之高 以色列准备了40万人 整个加大地区 哈巴斯层面不到2万人 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不成比例 以色列要制造这种感觉 然后第二点的话 以色列的宣传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以色列 好 我要讲一个例子 哈佛大学有25个学生团体 具名的方式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华尔街大佬全部站在 说叫学校把名单交出来 学校名单一辞意交不出来 自己搞了一辆车子 把所有人绕了学校境内走 每一个人名在那边 说华尔街永不录用 我告诉你 在美国的学费这么贵 如果不是奖学金的话 你在美国交了那个学费 然后永不录用华尔街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我来讲都非常可怕 如果我们在哈佛读书 以色列人做事情就极其高调 他们绝对不用这种想法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坦白讲 在欧洲 因为我在欧洲住了很长的时间 欧洲人对于欧洲的犹太人 一个比较印象负面 就是说牛太人他们爱以色列 他们要所有其他国家的护照 同时他们的心就向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这个团结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他们的后卫军人 只要拿着冰单一到纽约去 马上就有人开支票 给你机票送回去 三四十万人的征召 你想想看我们这边也是一天到晚 后卫军人要打仗之后 我们到底有几个人会回来 就自己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士气之高 纳南亚库本身带着他自己 这个声名狼藉的 不得了的这种总理 就是带着所有的士兵 每天都在讲这种事情 我觉得目前为止的情况 会比我们想象中要招得多得多 因为你刚刚你讲到说 哈马斯跟巴拉斯坦确实很难分 因为有个妈妈两个小孩都死 他讲说我现在要做事 你就多生几个 那怎么办 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所谓很会宣传 还有这个媒体的讯息的 不对称的揭露 必须要讲我们有记者 我们TPBS的记者 已经来到了以色列 全世界大部分的记者 也通通集中在以色列这一边 真正能够进去 加萨走廊的非常少 加萨走廊里头内部的情形 有多惨 有多可怕 这样画面其实很少 第二个是很难 在主流媒体被看到 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 来 请教兵哥 这个是没办法 本来其实也不只是 以色列跟巴拉斯坦 这边的状况是这样 俄乌战争也是一样 西方九成也都是 站在乌克兰这一带 这个立场做报导 俄罗斯那边的报导 不是直接被剪掉 就是很模糊的 要不然就轻轻带过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世界 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世界的现实 也很难去讲 只是我觉得 美国国土安全部 居然里头会有恐怖组织 前发言人 他们到底在干嘛 我实在是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 已经不是恐怖组织 这个女的上过很多 官方的职位 对 也在美国政府上过 可是他在发解这个做过事 就他已经不是恐怖组织 是 他是不被认为是恐怖组织 可是说真的 美国 据我所知美国国土安全部 其实以前对资格是审定非常严 他们 你甚至远远的站一点点边 他们都不会 美国政府 根本就不准许 任何同情巴士产的观念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奇怪 不知道他怎么弄进去了 还是他本来是线人 进去了 我不晓得 至于说这个普利斯坦得主 挺巴勒斯坦 被他停止活动刚刚好而已 因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干 刚岳老师也讲了 我连工作机会都不给你了 我就是要对你赶尽杀局 他就是要把 所有一切同情巴勒斯坦的言论 殲灭掉 你看他们刚刚这个 这个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直接就讲 他直接把巴勒斯坦 等同于哈马斯 其实他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观念 他希望你认为 现在留下的那些人 其实都是哈马斯 他说示威挺巴勒斯坦的人 就是等于在挺哈马斯 他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观念 他要告诉你这样 实际上也有可能这样的 你把人家逼久了 没办法 是啊 对不对 其实老实讲 这个跟民进党的做法有什么 两样 都是一模一样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也太极端了 他现在只要是反对民进党的 就是中共同路人 不是完全一样的逻辑方向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 这世界上当什么东西 走到极端的时候 就会变得很类似的东西 那哈马斯 其实现在世界上 我还真没看到几个人 在挺哈马斯 大家都是觉得巴勒斯坦的人 真的很可怜 你的报复是不是太过头了 那我觉得 以色列其实如果放任他 持续这样做下去 我觉得是对美国不利 因为这世界上反扑的声浪 会越来越强 拜登恐怕会越来越不好受 所以我认为拜登私底下 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个形势发展 可是问题是 这么多的金属在那个地方 他恐怕是阻止 马上来关心一下 现在目前以巴战争最新的情况 现在以色列空袭了加萨320个目标 说是要为了地面战要清除障碍 所以空袭的目标包含了地道 还有许多属于哈马斯 以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作战指挥中心 发射了一些迫及爆跟反战车的飞弹的一些据点 所以这个目标包围加萨 是已经对于以军构成了一些威胁 所以以军就已经先进行了一些地面上面的一些空袭 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防长就讲说 这应该是以色列的防长吧 以色列的防长 他讲到说针对哈马斯的战争 可能历时会三个月将会是哈马斯的末日 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即将要进行地面战的反攻 那伊朗也可能会联手来阻止空袭 哈马斯讲说已经跟这个伊朗的高层进行过电话的讨论 他们在23号的时候发文透露 就跟这个伊朗的政府已经取得了联系 然后双方可能已经达成了一些作战上面的共识了 那刚刚最新的消息是说 哈马斯有释放了两名以色列的长者 就说因为可能人质的健康情况不佳 所以基于人道主义的因素 所以先将人质先释放了 那我们看到拜登的讲法 是讲说要释放所有的人质才来讨论停火 白宫的官员也讲说 现在目前停火还不是时候 就是也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人质都释放出来的话 才能够走到下一个阶段 但是恐怕这也会变成哈马斯要掌握在手里的一个筹码 不见得那么简单就会释放所有人 那我们来看看布林肯的讲法 他说在结束哈马斯对于加萨的控制之后 接下来以色列已经在制定一套战略 那考虑之后是谁来控制加萨 那有些人讲说会是以色列来进驻到加萨吗 还是以色列会扶植另外一个政府来统治加萨呢 那他讲说以色列绝对没有意图或是意愿来自己统治加萨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理就讲说 这根本是西方发给以色列一个杀人执照嘛 这样对于加萨的战争已经引发了各国的一种 就觉得人道的这种太不人道的那种反弹 我们看到美国的议员也认为说 这个拜登是不是有一点做事不管 那我们来听一听 Well where is your humanity How do you look at one atrocity as bodies pile up through脑了 Israel has dropped more bombs in the least ten days that we dropped in a whole year in afghanistan where is your humanity where is your outrage where is your care for people why don't you want the Israelis to go after the terrorists that did that how many more killings is enough for you is it a thousand more two thousand more three thousand how many new palestinians would make you happy if they die will you be fine if all of the people of Gaza were gone would that make you happy would that be the thing that makes you proud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很多人是跳出来呼吁说 一定要对于加萨人民要多一点关怀 然后基于这个人道主义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中东的火药库 的确是已经快要引爆了 以色列已经炸了真主党20个据点 伊朗的外交部长他们就提到说 今天的中东区域就像是一个火药桶 任何的误判都可能会煽动战争 屠杀或是种族清洗 都会让这些情势恶化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伊朗已经升起了黑色的战旗 有人是这样形容 就是他们的黑旗 那这黑旗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因为首先在这个美军的一些中东的基地 已经遇到了一些袭击 这可能是来自于伊朗 包含了他在这个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还有在北部的这个哈里尔基地 以及还有叙利亚南部的这个坦夫军事基地 都有遇到一些袭击 那伊朗他们现在竖起了这个战旗 又被称为是这个阿拉姆黑旗 我来清一下这个板子 被盖到字了 阿拉姆黑旗 它其实象征的是一个哀悼 上次升起这个黑旗是2020年 美国用无人机暗杀 这个苏雷曼尼的时候 那伴随着黑旗的飘扬 随后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就遭到了轰炸 所以是不是伊朗竖起了这样子的一个黑旗 可能代表说有接下来一些后续的行动 是要报复吗 或者是要反击吗 那所以也引发大家的一些恐慌 那再来我们看看 伊朗如果介入的话 这个现在美国很担心 中东的驻军的风险也都会提高 他们觉得说伊朗就是幕后的黑手 正在积极协助当中 但是也有人判断 这是英国的前海军 他分析六个阶段的剧本 他说如果这七个国家卷入的话 恐怕这就不光是一个中东大战 恐怕会变成一个世界大战 他讲说这个危机如果持续恶化的话 英国美国可能会先派出地面部队 来帮助以色列 那接下来黎巴嫩叙利亚 伊朗还有俄罗斯 沙国恐怕也会卷入 如果这七个国家通通都参与的话 那可能就会引爆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杰老师 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过去 从10月8号开始 对加萨早郎的攻击 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停的 几乎是每天就是 17天的轰炸 就一次连续的轰炸 那他轰炸事实上的话 现在以色列的资料 已经上百万的加萨的居民 已经离开了 而且他在南部 在过去的 已经逃到南部 也被他炸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 就是说以色列到底 他希望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大家现在都还是在判断 有人说是基本上就是 要把这个整个加萨走廊 全部清空出去 就是说这一些巴勒斯坦人 全部清空出去 因为这个是以色列可能建国上 最大的一个隐患 因为西岸的 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事实上这个武装跟他的反抗程度 远远不及 现在的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 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 因为他如果再也要找一个机会出手 可以一次把这个哈马斯 跟这个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通通赶走的话 事实上的话 也可能也不太容易 所以现在 有人说以色列内部也有声音 还有这个反对声音 基本上 你只要美国政府 你像美国这个 国安发言人 这一句话 就把所有声音通通压住 而且他连停火 他都不愿意停火 对不对 他说时间还没到 他说没有必要停火 所以就是说 在过去所有的以牙冲突里 美国的立场其实是最关键 现在你说七国也好 八国也好 五国也好 四国也好 包括伊朗 他没有办法突破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 空中的这个封锁 那地面更难说了 地面的话 你要叙利亚跟这个 黎巴嫩跟以色列 都有地面边境 可是呢 现在他过得来吗 以现有的兵力来说的话 他过得来吗 他能够进到以色列 然后对以色列造成严重的打伤 就是说造成严重的伤害吗 这都是一个 现在我们知道的资讯 看起来不是以色列军队的对手 更不要说 背后还有美国撑腰 美国的这个 两艘航母战斗群 光那边整个的区域巨组 你不要说飞机想要飞进去 它倒是一个禁航区 飞机不要要飞进去 你飞弹也飞不过去 你从这个叶门的 打的三颗这个巡弋飞战 美国在红海的 这个一艘军舰 就把它都拦截下来了 所以就是说 那你要从以色列 用飞弹攻击的话 你要从这个 伊朗从飞弹攻击的话 是不是打得到 还有空中就被美国的这个 这个拦截的这个 火力给它就拦截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战争现在看起来 以色列应该是可以 地面部队打进加煞 没有任何有力的 一种阻止它的军事力量存在 在它周边 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说 现在只是说进一步扫荡 扫荡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那么它就进去了 进去以后 那么我觉得还是会 跟我们过去二十天一样 全世界就看以色列 在这个加萨走了 大开萨界 没有人会出面 好 我们来问一下将军 这个首先讲了 这个英国这个司令 说引起七国的战争 世界大战 因为根本不可能 刚刚纪大使讲得很清楚 两条航母摆在海里面 介于你伊朗 跟很多国家 来支援的这个路径 你们所有二流的飞弹 都是巡弋飞弹 因为美国现在的 飙三飙六 很容易把你拦截下来 所以你空军也来不了 飞弹也来不了 弹劾什么军援以色列 那伊朗的黑旗 只是号召全世界 回到国家里面 将来对全世界 发起恐怖攻击 这个是有它的意义在 因为他们正式的军力 没有办法做到支持 这个哈马斯 他只有用这种手段 第二个美国为什么 又要劝阻纳特亚胡 又要全面支持 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 两个说法 其实美国已经完全同意 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以色列的战略目的 从这几天看出来 它这种是又快又狠又准 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把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的人民 完全切开 就是说因为你轰炸了那么多天 六千多个炸弹 你面对的并不是显现在地面上的 哈马斯的部队 炸的都是老百姓 他为什么要炸 把这边炸成一片平地 他至少他的武器设计是开阔的 不会受防止的阻挡 第二个敌人现身没有办法隐藏 第三个地下坑道的出口 统统埋下去了 那现在就是说 你这些撤不走的我是拼命赶 既不人道的 冒着人道的谴责 他对难民持续使压力 让你一直往南逃 甚至于是希望你能够通通跑到埃及去 他的目标就是说 我解除我永远的一个隐患 你把哈马斯在我永远 是个癌症一样 那我就要这一次 既然要出手就把他干到底 所以他用的是非常残忍的一些轰炸的手段 他几天六千多个炸弹 整个是宜为平地 有利他后来对地下坑道的作战 他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来拔 所以最终目的不是谁要控制 他不是根本控制 根本把这一块巴勒斯坦人清除出去 你们要接受你们接受 不接受我至少 这个哈马斯以北的这个地区 加沙走廊中北 通通跪上 因为加沙走廊的中部跟南部 是荒烟漫草的乡下地方 城镇里面最容易隐藏 哈马斯的这个地下武力 这个把你抹平了 你得不到老百姓的资助 你的战士打死了得不到补充 我就让你整个胎死补充 这是以色列的想法 所以美国也支持啊 要不然为什么美国讲这个人道 这个人质不释放不谈停火的事 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完全都好 所以等他要进去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乎人质了 好 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 美国目前把他的航母拉到地中海 他是要嚇阻威胁伊朗 警告伊朗不要动手 但是美国并没有打算希望跟伊朗发生战争 不要忘了伊朗有八千多万人 他的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 他的导弹 洲际弹道导弹 中程导弹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 再加上无人机 而且美国完全没有把握 跟伊朗的战争能够获胜 因为伊朗不是伊拉克 伊朗的地形地貌是非常难打的 所以美国很清楚知道 他跟伊朗打不起这个战争 但是他要威胁伊朗不准动手 那伊朗为什么要开始强化 在尼巴伦的郑主党 叙利亚 伊拉克的民兵 甚至连约旦的武装组织都动起来了 就是要警告以色列 不要用地面站进入加沙这个地区 去试图占领加沙这个地区 但是伊朗本身也没有打算 要跟以色列战争 因为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战争 一打对伊朗也没有什么好处 伊朗也不见得能够打得赢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对以色列来讲 他也没有打算要跟伊朗打 因为跟伊朗打对他来讲 没有什么好处算的 可是以色列现在起辅难向 不打进去 他的军队怎么跟人民交代 但是打进去以后 如果造成重大的伤亡 那他的军队未来该怎么办 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 他是做试探性的攻击 也就是说他原本认为 他的这些轰炸 那么已经长达两个礼拜的轰炸 哈马斯应该被削弱 一大半的武力 可是他没有想到 哈马斯本身的武装力量 保存的还可以 怎么看呢 他昨天晚上 两个推土机 一个坦克就在南部 就开始去做试探性夜袭 结果被哈马斯打掉了 两个推土机跟一个坦克 一位战士被打死 然后其他的三个受伤 其他的就撤退回去了 那也就是说 本来以为这样的轰炸 应该是已经 哈马斯的战力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们找了一个起洗点 就是做起洗 是利用晚上做夜间攻击 结果在晚上夜间攻击的时候 被逐退 这个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他们就要去试探 哈马斯的整个军力的部署 到底是怎么情况 因为目前状况都未明 那一方面要透过情报人员 二方面要透过间谍卫星 要不断的去寻找 去试 去了解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一直在轰炸 炸死的是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被炸的越多 我们看到的结果 那也就是国际的舆论 社会 甚至欧美国家的内部 的这种反对的声音 就越来越大 在国际间对于 以色列仅存的一点同情心 就开始消失殆尽了 所以连欧巴马总统都站出来了 说停火吧 不要再这样打了 已经是过度反应了 也已经是过度的自卫了 自卫权了 也已经是过度的报复了 可以了吧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哈马斯采用的就是无条件的 两个人质这样的一个释放 每一次间隔几天 甚至很有可能一个礼拜 那这样的话就给 有人质在手中的 那些国家的政治 有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对拜登政府来说 他就没有办法支持以色列快速打 可是他又不能够去反对 以色列不要打 因此就只能够拖延下去 越拖延在政治上 对以色列就越不利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回来 现在在全球很多地球上的角落 是不平静的 带你来看到 是在加夏走廊这边 好 现在呢 这个以色列这边呢 已经开始初步的地面上面的攻击 可是网络上面有这样一个讨论 也就是以色列目前的总理 纳塔林亚胡 他的大儿子怎么人 还在美国卖阿密 网络上直接讲的直白 说他在卖阿密开心 我在前线 说虽然他有去帮以色列来募款 但是问题是 他也是一个后备军人 他为什么不需要回到国家来 来帮忙捍卫家园 以色列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往前进了 他们进到了加萨 夜席 哈马斯 那等于是 开战以来第一次的正面交锋 而且美国这边呢 他们还派出了说 精通城市巷战的一名陆战队的中将 过往曾经在伊拉克战争这一边 主导了最血腥的城镇战 在那个时候发挥关键作用 你会问 美国这时候派人来干嘛 他们说目标是减少平民伤亡 因为城镇战 巷战他有经验 所以他希望能够来进来 帮忙减少平民的伤亡 但是目前为止 这个战争势在必行 因为看起来 以色列不但是进到加萨 甚至往北这边 他们也轰炸了真主党的20个据点 让伊朗 也就是跟真主党这边长期友好的国家 直接讲中东的火药库即将会被引爆 好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中东火药库会引爆 原因是因为现在也发现了 伊朗说升起了黑色的战旗宣战了吗 打一个问号 原因是因为他们说看到了 在伊朗的圣城 也就是他们的第二大城清真寺上面 有升起了一面黑色的国旗 然后这个黑旗一升起来之后 在中东包括了他们的伊拉克 瑞利亚这边美军基地说就遇到了袭击 所以大家开始在问 这面黑旗代表着什么 对于阿拉伯世界这边他们说了 说其实呢 这个是伊斯兰什叶派哀悼的象征 不是什么圣战的意义 好 但是呢 确实最近美军的说 频频的在中东这边遇袭 他们认为伊朗脱不了关系 有没有可能美伊之间真的会发生短兵相接的状况 因为拜登已经指示国防部 必须要适切的回应了 伊朗国军现役军人有61万人 其实他们的军力是有的 实力是有的 而且他们是目前全世界当中 可能是现在剩唯一了 拥有F14的国家 好 当年他们的这个王朝 巴黎维王朝跟美方友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用这个F14还熊猫战机去打了伊拉克两翼战争 那个时候的主力 好 但是呢 现在已经双方关系不一样了 不是同日的关系 目前呢 曾经发生过什么 是从近年来2019 然后到2021年都曾经发生了核设施 电网被炸啦 或者是等等的爆炸事件 通通伊朗都认为 就是以色列方面干的 而且呢 还说他们有特工会前进来破坏 也因此双方一直以来 关系都不好 美国更不用说了 好 过往呢 在2020年 那个时候美国呢 他们就直接去炸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外一个非常精锐的将领 那个时候呢 还让伊朗很生气 说他们扬言一定要报复 但美方也不是没吃过亏 因为呢 当年在2016年 美国的水兵就曾经被伊朗给扣押 甚至这张照片 你看看 美国大兵被伊朗压在枪底下 那个时候也是让美方非常生气 美伊双方确实过往 有过一些纠葛 以及有过一些过节 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这次真的变成一个美伊之间的正式冲突战争 好 现在看起来双方都很克制 双方好像也都不希望 因为这个伊哈而造成美伊开战的风险 只是大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要请教预方委员你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比如啦 像纳塔尼亚胡相一直叫大家 要捍卫自己的国家 但他的儿子却被诟病 说你人呢 还在美国迈阿米 这次这个战争是救了纳塔尼亚胡 因为纳塔尼亚胡落选过一次 其实他这次回来以后 你看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包括很多的军人 他们就是认为纳塔尼亚胡为了要保护自己 这个叫政治干预这个法律 对他有很多批评 这个大概救了他 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 看起来以色列军队 为什么没有立刻进入加萨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地下很多的地道 大概长达500公里 他为什么要去炸 炸这个东西是触目惊心 一栋楼高了可能十几层 低了可能六七层 一个炸弹下去整个楼崩掉 里面有的大概就会人在里头 没有测干净 尤其前一阵子 这死人会很多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就要逐步的在消耗 哈马斯的这些战士们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能力 包括武器 然后最好能够杀死他们 的确也杀了他们几个指挥官阶级的 这样的一个军人 那他大概到了一个阶段 他还是打算要进去 所以他们现在在加强训练 在调集一些女兵 女兵身材比较苗条 骨头比较柔软 所以他们要转到地道里面去 所以看起来他想一次的把他解决掉 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杀死了很多人 大概光是死亡的人数 应该是很破近5000人了 儿童的死亡就将近2000人 不是1000 我不原来以为1000 我刚刚再看了一下 是将近2000人了 这是非常残忍的 我觉得犹太人一方面 因为台湾觉得环境 跟以色列差不多了 早年 所以对以色列有很多尊敬 我们有一些 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好朋友 他们都很聪明 但是最近他们这样的做法 其实已经引起很多反感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事业有个很大的一个报道 那个有两个 在美国的最大的犹太人的团体 起来发动示威 这个示威的人数是几千人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位这个女士 其实她是犹太的一个祭司 叫做Alissa Wise 这个Wise是聪明的意思的 这个人就带着几百个人 进到美国国会这个里面 然后在里面示威 建筑物里面在那边示威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 连以色列都看不下去 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这个时候 再卖武器给以色列 因为他用来是屠杀加杀 走向难民 而他认为应该给巴勒斯坦的 一个公平 一个正义 就是给他们一个公道 这样大家才能够长期的相处 然后和平这样子 所以犹太人 我们都不要以为说犹太人是 全力的去支持 这个以色列去屠杀这些人民 他们在这个富含的口号里面 有一样是 犹太人跟以色列不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你以色列里面 其实有很多并不是犹太人 而我犹太人也不是 无条件的支持你以色列 我们海外犹太人 我觉得这一个其实很重要的 就犹太人要自我反省 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 Leave and let live 我要活我要让别人活 我真的希望这样 我也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民进党的人 要有所觉悟 你要活你要让别人活 这个社会才会稳定 才能够和平的发展 是 好 但是赖老师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是不对劲去了 美国就派了一个中将来 他的目标很会打上战 但目标是要减少平民伤亡 现在国际间的呼吁 包括联合国 也包括欧盟的外交专员 因为他们已经有800多位 欧盟的公务员官员 直接写信抗议 冯德莱恩说硬挺以色列 他们是主张要停火 要坐下来用政治谈判来解决 所以不管是穆斯林世界 或者是我们看到在欧美的这一些 反对继续战争的这一些 主要的这些人 他们都主张要停火 但是美国的政府 不敢要求以色列停火 所以您也看到了 科比被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是不能停火 然后当拜登被问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也谈到了就是不能停火 但是他们知道应该要停火 可是他们不敢跟以色列说 你要停火 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一旦地面部队一旦进去以后 那如果是无差别的开枪 这个伤亡就会更大 那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的 也就是说全世界对以色列 过去还保有一点同情心的 这一些都消失了 那这样子的话 美国就跟美国的政府 就跟以色列绑在一起了 会被国际社会谴责 那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是这样子 昨天晚上的时候 以色列有一股部队 就要去夜袭 这个江沙地区的哈马斯 那结果就被赶走了 就是以色列死了一个人 死了一个军人 三个人受伤 然后两辆的推主机的车 就抛弃了 因为被摧毁了 一辆坦克被摧毁了 他们就撤走了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就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以色列经过这两个多礼拜的空袭 并没有把这个哈马斯的阻力 整个消灭掉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哈马斯相当有可能 把他的战力保存在地底下 躲过了以色列这一连番的这种空袭 所以空袭造成伤亡的更多的 应该是平民百姓 而不是哈马斯的精锐的部队 因为以色列 它是研究这个突袭点 也就是说应该是最脆弱的 然后想从这个地方打一个缺口 去试看看 结果遭到了强烈的反击 这代表什么 代表哈马斯的军力的部署 不是以色列完全能掌握 也代表他的反击的行动 也是很强大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会辞职以色列的动作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 我们马上要打进去了 参谋总长在上个礼拜说 我们马上就要进来了 可是一直到现在已经礼拜二了 以色列的小股部队打进去以后 就退回来 那现在的情况是 怕以色列扩大杀伤 扩大无差别的伤害 那派了一个中将过去的话 其实是有点牵制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他去的一个角色 虽然他可以提供给 以色列很多打巷战的经验跟指导 但他同时也会牵制 以色列的参谋长指挥城 他们在巷战的过程中 要怎么样减少对于 平民百姓的上亡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重性的 我应该用比较辩证的方法来看待 目前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关系 想劝停活 但是不敢劝停活 其实美国他是已经说 要开两艘号码来这边 因为要什么 要守住这个区域 伊朗是已经呛下 中东火药库将引爆 美伊之间大家也很担心 真的会不会有那个万一 来请教老师 不会 因为伊朗挂起所谓的黑色战旗 可是他的外交部长又出来说 他们挂这个战旗的意思 不是要挑战谁 而是要向加萨平民的一个伤亡 表达哀悼 他说这个是实力派的一个习惯 因为伊朗现在最怕跟美国开战 美国也是一直找茬 想跟伊朗开战 所以对伊朗来讲 他这一局几乎没有办法 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伊朗如此 埃及就根本不用提 他只能开一个和平风味 对大家安抚一下交代了事 这场战争虽然有再多的国际舆论 有再多的这些呼吁示威游行抗议 他都不可能改变这个战争的走的方向 因为G7里面扣掉日本六个国家 都力挺以色列要进攻哈马斯 这里面唯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俄乌战争我们看到在 双方面在马里乌普尔进行丞相战之前 还有很多国际组织可以派出很多游览车 去把老人小孩妇女接走 但是以色列跟哈马斯 却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联合国也没有力量 美国也没有施压 所以让这样的场景在加撒走廊 没有办法重现 是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于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较劲 哈马斯是没有赢的机会 我平安心讲 因为他补给有限 你地道里面藏再多东西 也经不起时日 这位美国的陆军陆战队的中将 要去指导美国向战 他参加的是2004年11月7号 总共打了10天的法鲁克 是一个伊拉克的城镇 的一个很典型的城镇作战 当然那一次是美军胜利 不过美军胜利也是死伤的成绩是达到什么 是1比8 也就是美军死一个对方死8个 这也是蛮惨重的一个记录 所以以色列想要进军哈马斯 他自己不可能没伤亡 这夜间的所谓突袭 就是一贯以来的火力侦查的一部分 他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庞大的轰炸 就像在法鲁加美军战争的时候 美军是持续不断的轰炸 即使轰炸到最后地步打城镇作战 美军虽然占了迎面 但是也不敢保证美军没有伤亡 所以以色列应该也会心里有数 何况美军陆战队是已经在伊拉克 这个实际上打过好几场战争才进去的 现在以色列很多的新兵 是40年没打过仗 哈马斯是整天在作战 所以这两个以色列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的一个议局 其他的周边的什么珍珠党 那是民兵要对抗正规军 就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 所以只能期待说这样战争赶快结束 其他的各国也真的是行动上 帮不了什么太大的忙 希望大家能彼此有所克制 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结束 回归和平